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財政頻道 我是阿財 那今天這期影片非常精彩 我們知道上週Cybertrunk終於開始交付了 不管是新聞媒體還是非常多的網紅都有介紹到 它這個車身的合金非常的厲害 能夠防彈 除此之外它的硬度 還有它的強度都非常的驚人 所以本期要來介紹說 Cybertrunk它的車身的材料究竟厲害在哪裡 阿財分成三個部分給大家做硬核的科普 第一個部分是它的硬度 第二個部分是它的降幅強度 那這個降幅強度等下也會介紹它是什麼東西 第三個部分是它的抗腐蝕性能力有多強 所以如果你喜歡這期影片一定不要錯過 並且看到最後 那我們開始整片 特朗官網上做了非常多的測試 不管是用錘子去敲這個金屬 或者是拿東西去砸它去撞它 都不會產生什麼樣的形狀的變形 或者是對我們的車身造成什麼樣的傷害 這個材料究竟強在哪邊 它為什麼這麼強 而這個材料呢其實也是我們SpaceX呢 這個火箭的外觀呢 它所使用的一個材料 那這個材料呢我們可以看 特朗的有個專利啊 這個專利它上面寫是超硬 Ultra Hard 然後是冷製造的一個合金 那這個材料呢其實是特朗他們獨有 並且呢他們做了一些嘗試之後的材料 這個專利裡面可以看到啊 特朗他們嘗試了非常多種不同的材料的組合 看到他們這個合金的材料裡面 有包含鐵啊 碳啊 氮啊 鉤啊 鎳啊 蒙啊 細啊 等等之類的材料 所組合出來一個合金 他們透過不同的配比呢 所達到他們認為最佳的一個解法 那當然要兼顧量產性 還有剛剛前面提到要硬度要高 七腹強度要強 還有他們的這個抗腐整理要強 那就榮阿財娓娓道來 首先第一個是硬度的部分 那這個硬度部分呢 究竟它強 強在哪個水準 跟其他金屬相比 又差多少呢 那有些新聞媒體啊 在之前就有提到 那特朗Cybertruck這個材料的硬度呢 達到400HV或者是500HV 那這個HV是什麼呢 所以我們第一部分要跟大家介紹 就是硬度Hardiness的部分 那這個硬度呢 其實是使用維世硬度的測試 跟我們平常國中呢 學到的末式硬度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維世硬度的測量方法呢 它是使用一個鑽石的 你可以看到它有個136度的一個壓頭 然後去把我們金屬放在下面 然後去施加一個力量去壓它 所以這個HV呢 等於F呢 就是我們施加的力量 去除以S就是壓痕的表面積 再除上我們的重力加速度 那特朗Cybert在強調啊 他們的這個測試這個維世硬度啊 有些條件底下呢 它是420HV 有些條件是500HV 那最近這個400多500多 它硬在哪邊 它硬了多少 它跟其他金屬比 究竟是硬還是軟 一本叫做Mentos Reference Book 這本書上面呢 有章節有比較的一些金屬 它的維世硬度是多少 那我們知道啊 特朗它這個表面啊 是一個特殊的合金不鏽鋼的材料 那我們跟其他金屬比 比如說這個第一欄呢 是我們的鐵 然後再來第二個呢 是我們的碳鋼 再來是我們的銅鋼 這些合金呢 它的硬度究竟是多少呢 這邊呢有一個維世硬度的一欄 可以看到呢 像鐵啊 它可能只有介於30到80之間 然後呢 像碳鋼 平常我們常用的碳鋼合金呢 它的硬度呢可能介於55到120之間 然後呢 銅鋼呢可能45到95之間 所以說其實 一般我們常見的這些材料 它的硬度呢都不是很高 那如果是大家平常常用的不鏽鋼 比如304不鏽鋼 316不鏽鋼 它的維世硬度呢 大概也就是150 140左右 所以如果我們特斯拉 它專利上面提到的 它的維世硬度呢 高達400多到500多 所以它的硬度是非常非常高 比一般的金屬都來的硬非常多 所以呢這個硬度呢是很強的 那大家可以參考 維恩呢這次影片 它有翻譯一個 國外有人實測呢 用不同口徑的子彈去打不鏽鋼 然後造成的傷害的情況 那一般來講 一般9mm的口徑的這種手槍的子彈 打到不鏽鋼 基本上是沒辦法穿透的不鏽鋼 這是指一般的不鏽鋼 那我們剛剛講一般的不鏽鋼 它的硬度呢 只有140到150 或者甚至160左右而已 那我們特斯拉的這個不鏽鋼的硬度呢 是高達四五百 所以是普通不鏽鋼的好幾倍之多 所以一般的9mm的口徑的子彈 是打不穿我們特斯拉的Cybertron 還有實測其他不同的子彈 像步槍呢就可以穿透我們的這個 一般的不鏽鋼鋼板 那之後呢相信Cybertron正式交車了之後呢 也會有非常多網友去實測 拿步槍去打它 看呢是不是能夠穿透這個鋼板 接下來光硬沒有用啊 我們知道啊 一個金屬呢 它的延展性很重要 所以呢這邊就要講到一個降伏強度 Illestress也叫做屈服強度 那這邊阿財呢就問Chad GPT說 什麼是屈服強度 那這邊他就講啊 就是指材料呢受到一個硬力的時候 開始塑形變形的臨界邊界的那個點 那這個強度呢就叫做屈服強度 白話文就是說 當我們是一個立到一個材料上面的時候 這個材料會開始變形嘛 那這個材料變形到什麼樣的程度 它沒辦法再彈回來原本的這個形狀 比如說我施加100Mpart呢 到這個金屬之後呢 它已經變形到 沒辦法再彈回到原本的形狀的時候 這個它的屈服強度呢就叫做100Mpart 所以說呢也就是譬如說你去撞擊這個車子 或者是這個車子產生一些衝擊的時候 它能不能夠呢 讓它的外殼板筋能夠恢復到原本的形狀 這個就是很重要的一個指標 那專利上面就寫說 他們這個材料它的屈服強度最少是1100Mpart 那我們屈服強度使用的單位是Mpart 那另外單位是PSI 那它們之間有個轉換關係 那1Mpart呢大概等於145PSI 好 所以說那這個1100Mpart 究竟它大概是落在哪裡了 那一樣呢我們看剛剛那本書啊 它也有提到這個Yieldstress它的強度 你可以看到呢像我們一般的鐵啊 它的這個屈服強度大概是40到120Mbps 然後呢我們的這個碳鋼合金呢 是90到250Mbps左右 然後呢銅鋼合金呢是90到230Mbps左右 所以由此可見啊 特斯拉它Cybertruck這個材料 它的不僅硬度高 它的變形的這個強度也非常的廣 最後一個部分呢我們要介紹抗腐蝕性 那一個材料的抗腐蝕性也非常重要 尤其呢不鏽鋼我們都知道 它的抗腐蝕性是比較強的 一般的金屬它的抗腐蝕性是比較差的 什麼叫做腐蝕性呢 有些朋友大概知道說 欸腐蝕是不是把一個東西腐蝕掉 把它吃掉這叫腐蝕 其實腐蝕呢一般來說可以分成兩種 一種叫做化學腐蝕 一種叫做電化學腐蝕 化學腐蝕呢一般來說就是 我們大家常見的金屬的氧化反應 也就是譬如說鐵呢它生鏽了 就是跟我們空氣中的氧呢變成了我們的鐵鏽 那這個呢就是屬於化學腐蝕 電化學腐蝕呢就是說我們的兩個金屬之間呢產生電位 那也就是我們以前國中學過的氧化還原反應嘛 比如說兩個東西呢他們在電解質容易底下呢 他們會產生氧化還原 比如說去搶別人的電子 那活性不同呢他們呢喜歡搶電子的能力也不一樣 所以其實搶電子這些東西也就是一種氧化還原反應嘛 那為什麼我們的不鏽鋼呢它的耐蝕性比較好呢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不鏽鋼呢通常裡面會加入了各這個元素 那各這個元素呢通常呢加下去之後它就會變得比較安定 會形成一個氧化層 讓我們呢就比較有抗化學腐蝕的能力 那這邊我們就看一下說 欸特斯拉這個Cybertron它的抗腐蝕能力大概是多少 這邊有提到一個叫做EPIT-EOCP的一個抗腐蝕能力的一個指標 那這個指標呢它寫500mini伏特 那這個呢大家會覺得很奇怪欸為什麼是500毫伏特啊 它就把這個金屬呢浸泡在這個氯化鈉水的溶液裡面 也簡單來就是泡在鹽水裡面所以如果說呢 你兩個金屬它的電位差越大 代表說你這個抗腐蝕能力越強 所以這500mini伏特呢它的抗腐蝕能力就會比100mini伏特的抗腐蝕能力來的大 因為呢它的這個電位差呢它容忍的這個範圍 你可以想要它的預值是比較高 然後它的抗腐蝕能力就比較強 那這邊有提到啊在某些條件底下呢 它的抗腐蝕能力甚至可以達到800毫伏特 那我們介紹完硬度驅浮強度跟抗腐蝕能力的時候 我們就跟我們平常常見的不鏽鋼來比 比如說316不鏽鋼304不鏽鋼 可以看到呢如果是普通的不鏽鋼 我剛剛前面有提到過不鏽鋼它其實硬度還不錯 而且呢它的抗腐蝕能力很強嘛 可以看到在普通的不鏽鋼裡面 316啊304不鏽鋼呢他們的抗腐蝕能力呢 可以看到它在500多毫伏500多mv嘛 可是呢它雖然它的抗腐蝕能力很強 可是它的硬度呢我們重軸這邊是硬度 它的硬度呢只有150到200之間 就我剛剛前面跟各位提過那個表格 它的硬度呢是相對講比較低的 那如果是特斯拉他們這些複合的材料呢 它的抗腐蝕能力其實你看到A7這邊有的材料 阿財鼠標這邊的位置 可以看到它的抗腐蝕能力呢其實跟我們的不鏽鋼差不多強的喔 可是它硬度卻是不鏽鋼的好幾倍 你看到到400-500的位置 抗腐蝕能力也是有達到500多毫伏 所以說呢它在整體來講呢其實是非常優秀的 綜合的表現呢是非常強大的 也難怪SPEX的火箭的外殼呢要使用他們這個特殊的超硬材料 那我們都知道Cybertron真的是特斯拉花費非常多的心血 非常多心力所打造的一個史無前例的電動皮卡 那這個皮卡呢除了它的0百加速2.6秒之外 然後擁有超過1萬磅的這個拉力之外呢 還有超大的後備箱空間 並且呢它的這個外殼非常的硬 抗腐蝕能力非常的強 然後剛剛講的屈服強度也很高 其實特斯拉電動皮卡不只在這些地方下了非常多的苦功 特斯拉呢它這個皮卡的玻璃呢也下了很多苦功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看這兩篇專利阿 這兩篇專利就是介紹到特斯拉它的玻璃呢 是用複合的材料所打造而成的 雖然說它沒有辦法達到防彈的效果 但是呢它一般呢石頭啊或者是棒球去砸它呢 它的硬度都非常高 而且呢量產性也很好 如果你要做防彈玻璃它的量產性是比較沒那麼高的 因為防彈玻璃它硬度非常非常高 如果你要大規模去量產在車輛上面呢 其實不管在切割工藝上面 或者是說呢它在量產的良率上面 其實都沒有一般的傳統玻璃來的高 所以說呢 一般量產車它不會用到防彈玻璃 可是特斯拉呢它提升了一般普通車輛玻璃的強度 並且呢然後達到很好的量產性 那這就多虧他們在玻璃上面的一個材料選擇 那除此之外呢特斯拉這次Cybertron 連輪胎呢都有寫進專利 它這個輪胎呢也有別於一般皮卡輪胎 可以看到它的構造 還有呢它的這個整個結構呢 就與一般的皮卡的輪胎是不一樣的 所以特斯拉呢可以說這個Cybertron是特斯拉花了非常多心血結晶 之下的產物 好今天這集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希望阿財這支新的影片呢 有給大家帶來不一樣的Cybertron的觀感 那我知道很多人介紹過Cybertron 不過阿財呢給大家介紹它的材料究竟是怎麼樣子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你喜歡這集影片 不要吝啬你的按讚訂閱加分享 並且下面留言說出你的看法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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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